另外一个议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晶片身份证 因为今天就带来两个资讯公开的案例 晶片身份证就是大家都手上都有一张身份证 原则上大家都成年了所以手上应该都有 我们政府预计在这两年希望可以把它换成 从2015就开始到现在都还在讨论说 希望可以把它换成一张晶片卡就像健保卡一样 这东西到底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东西有一个前年背景 就是说在1995年的时候其实就干过一样的事情 1998年那时候其实就有类似的事情 但做法不太一样 这做法其实差蛮多的这样子 但是至少我们说要值得卡换晶片卡这件事情 在1998年那时候就有被提出来 那时候是叫国民卡 国民身份健保合一智慧法 因为它是晶片所以可以有多种功能 所以那时候就把国民身份证、健保卡 还有我们要驾照有没有 反正就全部都合在一起 这个计划在那边提出来经过一些学者的反应 然后加上最后 加上最后 他们其实是那时候产标的厂商自己出包 觉得自己没办法做这个计划 所以那个计划怎么就流掉了 那大概流掉了到现在经过20年之后 这个构产还是一直被提出来 希望可以有一个晶片卡 那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内政部有提出了这个计划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内政部的说明的网站上面的资讯 目前我们所有可以看到的资讯在这里 那大家搜寻机面上面在内政部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目前这个计划最新的进展就是 在我们新任的内政部长他现在说 我们这个东西不急啊 因为你这样还有东西在反对 就是说 然后 所以就是 我们可以再站好 再站好一下 那就会在过去几年 两三年 从这个构想提出 这个构想提出来之后 有陆续发表一些文章 去说 这个构变成真到底会不会带来一些 时尚的风险 特别是监控部分 或者监控部分的风险 那 我可以查到 我们反 因为这个构想 你为什么会反对这样的构想 因为在一开始 内政部直到现在 内政部提出来的构想 都是我们要全面换发 全面上面证 全面换发就是说 没有得选 反正没有指卡的 就是所有人都有晶片 只是说晶片上面 你要有功能 要不要开启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有个问题 很简单一个概念 叫做 刚刚其池子有提到 我们看到 Hobility的概念 我们会觉得 全面换发之后 Hobility的 在台湾可以受到监督的状况 非常的 我们觉得难以救责 所以台湾现在的状况 不可能拿到救责的状况 可别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跟 某个人跟你有关系 而且某个人必须要接受 你的监督指令的时候 然后他有医务要跟你证程出 他那个行为 或那个 那个言论是怎么发表 怎么做出来的 他必须要提供资讯给你 这样子 在国家里面相当 大概有两层像 大概里面相应 一个是Horizontal 一个是Virical Horizontal 就是说国家内部 各机构里面 各行政机关里面 各机关里面 到底能不能确认 检查 称处 某一个政府机关 他出事的时候 要滥用权力的时候 他能不能做这类的确认 他能不能够称处他 比如说法院 可以去针对 行政机关的行为 做判决 做赔裁 去做判决 那这就是一个 反而参照的 可别的体系状况 Virical 第二题 比如说 公民社会可以去要求 某个政治人物 可以要求某一个行政机关 他应该要提供更好的做法 提供更完善的资讯 比如说 很多政府像国会报告 因为国会是代表批误 所以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可救者的状况 那 在过往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晶片卡在过往 被提出来有点就是 反卫便称 就是因为它是晶片 所以它可以用 复权的方式反卫 它便称 因为晶片码 所以你就PP就好 它提升政府效率 你在家里就可以PP就好 我是可以PP就好 然后 公民很高充 因为它是晶片码 所以它里面可以出各种资料 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过去的风险 就是说国家监控 就是说 你会不会这些资讯 国家监控有各种可能 没有办法讲台西 但包含说 你使用晶片卡 会不会留下多余的资讯 在做认证的时候 会不会留下多余的资讯 政府在未来这些甚至说什么 有一个指教功能的语言 就是说 这个卡现在目前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有时候考的这样 晶片码在那里了 你要不要多做一点农土 你不做有点浪费 这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途径 然后 对政府来说 然后 或对企业来说 所以 那一张卡码在那里了 它是不是可以做更多用途 当这个用途 在用这样的方式正成 被确立之后 它真的去落实了 那是不是 那一张卡的功能越来越大 绑着你的身份的那张卡功能越来越大 当这张卡的功能越来越大 当这张卡的功能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不用它又有点浪费 是不是在各个服务上 你都应该用 是不是在各个服务上 用它的时候 其他服务没有用到 就是其他服务也要演展一下 那导致你最后可选择 不要匿名行踪的方式 就越来越少 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那 还有这要外线 所以 我最后讲一个 就是说在可救者方面 我们会说 资讯公开是有极限的 所以我们会去反对 前面身份证的全面换发 全面换发这一次 不是反对前面身份证 主要是因为台湾目前在 就算你资讯公开了 公开了之后又怎么样呢 因为公开了之后 我们台湾没有去救者的机制 我们台湾没有 所谓的隐私穿者机关 这个在GDPR里面 一直强调的东西 在欧盟的GDPR里面 一直强调的东西 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在各自保护的落实上面 是有很大的缺陷 我们在时间 是不是未来 我们要怎么去确认说 我们未来 如果大家现在接受内政府所说的 我们只有自然而言证 没有其他功能 那你怎么确定 确定未来在政府 在你我的心里 或是在其他人的心里 是这样想 或是依然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 这功能到底要怎么确认 会不会再扩充 扩充之类 然后你也难以去确认 这像我们有提到 难以去确认说 这些资讯是不是真的 政府说 就算把这些资讯揭露给你了 它的open source 给你了 读查机的程式也开源给你了 你要怎么确认 谁来确认 然后 刚刚所说的资讯公开 跟真的有改变吗 因为 我政府今天把所有的资讯 我把内政部 我把所有的规格 所有的东西都跟你讲了 好 我们很透明了 很透明之后 如果没有人去检视的话 那就变成政府的洗牌工具 就是这样 就是所谓资讯公开的制限 所以资讯公开不等于信任 对 因为 然后 这两个就是 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资讯公开也可能 你可能 譬如说 很多人看这儿 可能只是单纯想要看 他其实没有想要了解 detail 或是什么 没有想要去找出问题是什么 你可能只是看 今天政府真的揭露了 揭露了之后 我就相信他 也其实没有去找出问题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 如果内政部一直跟你讲说 我其实已经透明掉我路上了 你要找谁就可以找 有人真的去找过 那会不会变得你 大家知道我意思 好 最终的事情 给你最后一张的时间 所以有可能是要讲这个 不过就是这样子 然后 对 因为今天好多人 相信在台湾有一些 那个 也正在工作的人 就是台湾会是一个非常 我的演讲原则上 都刚刚结束了 那台湾会原则上是一个 独立于政府的被政府组织 所以我们所有金费都来自募款 然后我们最近在募款 我们的募款期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上我的网站 谢谢大家 然后 进到台湾人数据会的网站 你就点那个 右边有一个捐款 欢迎支持我们定期定额 让我们可以继续整个政府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一个议程 从十分开始 那 呃